我是北京大学八一级法学院的学生陆波 我今天非常高兴 时隔36年 我重新回到我的母校 北京大学 重返18岁 再重新体验一天学生生活 现在是刷脸 真是方便多了 来到校园 我们第一届正经式就是来看看这个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应该是我离校以后重新建的 这是我们上过的课 而且这个课特别的手环牛 属于大三大四上的比较实践的一个课 我们站坐就跟打仗一样 对这个图书馆的阵地 这就是当年我们借的图书的样子 这有一个牛皮纸的小袋子 然后有一张卡片 那时候我感觉很有意思 就是说谁借过这个书都在上面有自己的名字 然后借书的时间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插的这个袋子 一看 有好多你认识的人也看过这本书 首先是把那个校园卡放在这里 然后就可以把书籍打开 直接扫描这个条形码就可以了 如果校园您好 我们开始为您制作校友卡 我的校友卡 太幸福了 听说这是最受欢迎的一门课 《伤法佐伦》 现在进去看看 还有地方喝咖啡 我今天选的这个卤肉饭呢 和我们当年的有一道非常有名的 叫虎皮鸡蛋烧肉饭 非常的像 其实我们关于北大的记忆 很多很多都是由味蕾串联起来的 哇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很高科技嘛 这钢琴是安排好的吗 没有 这个学生是在这个时间 当年我就住在这个公主楼 一住四年 您好 您好 我原来是住在这里的 我是八一级的 回到这里觉得真的是既熟悉又陌生 一会儿没有这浴室 哦 现在有浴室了 对对对 天哪 六个浴室 但这 一个洗鞋的 也就是上面洗衣 哦 你们还有空调啊 你们好奢侈哦 天哪 当年我们都是在楼道晾衣服 然后就是挂了很多晾衣杆 然后同学们洗完衣服以后呢 就是都是拿那个一个一个一个枝子 把它轮架上去 对对对对 哎呦 我刚才看他们宿舍楼里还有电视呢 哇 现在的电视台还有演播室呢 哎 这是主播的位置吗 我来体验一下 好新鲜 我们上学的时候 没有电视台 只有广播台 那个时候我是广播台的播音员 艳员之声广播电台 现在开始播音 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最及时的热点追踪 您好 现在这里是演出讲座 主要是还有一些什么活动吗 我觉得 大家学生真的很幸福 太幸福了 出户 对 花很小的钱就可以享受到这种艺术的这种熏陶 而且都是那种顶尖的那种艺术团体来这里演出 国内外的都有 咱们是不同的舞蹈类的 像芭蕾舞 童色娘子圈 然后天龙童 胡桃佳子 每年基本上都是固定会跟我们都有专场的这种演出 这个在我们当年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在当年这个地方 我们看电影那时候是在那个叫大饭厅 然后周末的话呢 同学们在这里跳舞过 那个年代呢 学校活跃了很多诗人 文学 诗歌 然后那种思想的开放 精神的碰撞 是那么一个打开打合的一个年代 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非常的激情澎湃的感觉 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这种时代的特点 但是我觉得幸福感和快乐感可能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学校里不管怎么样 青春都是非常美丽 然后一代一代的同学 在这里度过他们最美好的时光 是非常美好的记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